大家好,我們是法律學會的XCO 我是Celesta,讀LB Hello,我是Kenneth,我讀G Law Hello,我是Jessica,我讀B Law Hello,我是Mian,我讀A Law 今天我們會跟大家講講 我們Jupert課網之後 去到現在真的選擇了 在KONU讀LOR的時候的一些心路歷程 我自己的話 一開始就想過讀其他專業 例如是讀社工、老師 又自己喜歡中文 都有想過去讀中文 但去到後期就想想 都是覺得B Law 對於自己的前途 或者是出路方面 會給予自己大一點的彈性 始終我對法律有興趣 還有法律的 給予自己的思維訓練是不同的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有報到一些外國的大學 因為本身的出發點 就是覺得 如果去外國讀書的 會大一點或者見識多一點 但之後都決定留在 一來我得到法律 是應該有一種 就是出了一種使命的 幫助自己的社群 另外一樣 其實KONU讀LOR 都有很多不同的 去外國交流的機會 或者跟不同的外國的大學生 甚至他們交流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即使在香港讀書也好 都有足夠的exposure 去平衡到外國的眼界之餘 亦都可以幫助自己的社群 所以我決定KONU讀LOR 我本身都有想過外國讀書 但始終都是第一 有經濟的考量 外國讀書 怎樣都會比香港讀LOR 或讀其他program 都會比較貴 另一方面 我都有想過以後 是否會有一個大律師或一個律師 如果在香港讀的話 其實讀完之後 就會考到PCLL 就可以執業了 但如果在外國讀 就要考不同的conversion 所以在practical concern 我就會選擇去香港讀 法律界 無論是香港或其他地方 法律界的很多資深的人士 都是KONU的graduate的話 其實都會給大家一些信心 我對於無論是文學還是讀LOR 以及在香港或去外國讀書 有不同的struggle 我覺得最後在HKU讀這個A Law的課程 是一個折衷的方法 讓我堅固到兩邊的興趣 都是一個cater to現實的考量 我自己本身就是選了LB的讀書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自己的目標都很清晰 就是想在法律行業發展 我覺得其實LB的讀書 已經可以幫我達到目標 另一件事就是在課程上 因為其實雙讀書 是要讀五年的時間 但本身如果你要執業的話 你都一定要學PCLL 即那裡已經有一年的時間 那我就覺得我希望我讀一個 四年的讀書 再加一年的PCLL 就可以快點投身 這個法律行業 我記得我一年前放榜的時候 其實都有 struggle 我應該選擇LB還是G Law 因為身邊很多同學都跟我說 如果讀G Law 就要讀五年 五年裡面雖然有兩個Degree 但一來可能在課業上會比較繁重 跟普通LB或者讀一個普通的Degree相比 但最後我也是選擇了 我現在讀G Law 是因為一來我覺得自己比較有興趣 真的有興趣這個Politics和Law的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當我讀這個G Law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太肯定自己是否真的想做律師或做法律相關的行業 所以如果讀G Law就給我多一個後路 可以讓我試試不同層面上的知識 讓我去探索我接下來想做些什麼 我跟Canid的情況都很類似 因為我自己也是當初 雖然對法律有興趣 但又不肯定自己是否真的想做律師 所以就覺得讀Double Degree 就會對自己比較有一個確保安全性 即是自己在職業方面也有多一點選擇 當初也有想過會不會讀A Law 因為自己也對中文有興趣 但後來想想 其實也是我看中了Canid的Law Double Degree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即使我讀兩個Degree 但其實還有一些Free Elective的空間 讓你可以去讀自己想讀的課程 即使我是Tech Business和Law做兩個Degree 但我還有空間去探索一下我喜歡的中文 或者其他方面的課程 我覺得讀了大學一年 雖然很老套 但我覺得學識最重要的課題就是 Work smart not hard 雖然是一個很broad 和挺難做的概念 我都不敢說 我都不敢學習了 但我覺得大學比起中學有很多東西給你 有很多很新的事物給大家嘗試 如果很想有一個很充實的U-Live 就真的要學會怎樣分配好自己的時間 以及用少一點的時間做很多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學到的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最重要是Critical Thinking 因為其實不同 以前中學會教你 你背好哪一課 其實入到你讀了法律後 很多下試都是開啟 不需要你背 而且經常說法律是沒有對和錯的答案 其實很多都是要你自己去思考去分析 去達到那個答案 還有其他方面也有關 我覺得要很清晰地有自己的目標 因為進來大學會發現 每一個人都很不同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想追求的事情 雖然不隨波逐流 我覺得是在大學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或者我學會得最多的一件事 過了一年之後 我學到最多的就是主動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無論是上課要主動 你不明白某些問題 你要主動去發送電郵問一下 老師 另一方面就是 學校也會給我們很多不同的機會 譬如無論是Mooting也好 Exchange也好 Scholarship也好 不主動去爭取這些機會的時候 其實你是會浪費你的大學生活 我學到最大的就是 我們需要同學之間 大家多點去互相請教 不要害羞 因為其實 大家多點去互相請教的同時 例如我有些朋友 就是Business比較厲害的 他可能教一下我數學 但我們可能其他有些同學 是Law比較厲害的 就會教他讀Law的東西 其實大家在互相幫助之下 就可以取長補短 然後可以一起進步 其實我覺得一個U Live除了讀書 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參加 就像我自己這樣 我自己本身有上妝 上妝有一個很好的經歷 第一是 你認識到一班同學 齊上齊落的一班妝友 第二是 其實透過上妝的經驗 我接觸到很多不同法律界的人士 或者做了不同的活動的時候 我覺得這些實戰的經驗 在課本上學不到 另外也會令到我整個U Live更加 dynamic 可以試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平時 可能上課 或者上課 認識身邊的人 都是讀法律系的同學 所以我就想認識多些讀不同學科的人 所以我就參加了這個 舞蹈學會的Mask Dance 裡面就認識了很多 除了讀不同科 也有可能不同年級 甚至是一些舊生會回來教我們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可以認識到不同圈子的人 Lovic 也有很多無論是Rooting 又或者是其他的比賽 另外一方面 Lovic 也有提供到不同的 Premantage program 這個manage program 是給我們 可以在年一年 就和一些法律界的人士 去connect 去認識一下法律界的行業 無論是做bar 或者做所列等等 可以一來聽一下法律界的一些 他們做事實質上面的經驗 另外一方面 我可以透過他們 跟我們分享一些人生的歷練 學到不同的事 這些不是法律上 或是在書本上能夠教我的東西 我一進大學時加入了LA教的Ocamp 因為Ocamp而認識了一班 無論是在讀書上幫助我很多 或是出去玩或是聊心事 都是很好的一班朋友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進來 加入Ocamp也是有幫助的 期待九月時可以抗議 我看到很多同學